中金院今天發布 臺灣今年經濟成長率 上修到百分之三點九六 在內需和外貿的帶動之下 呈現內外接溫 而展望明年受到全球經濟走勢 持平 還有地緣政治風險 以及基期較高的影響 預估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三點零三 受到AI產業持續暢旺 成為臺灣經濟成長走升亮點 二十五號中金院發布 今年經濟成長率最新預測數據 比起上次預測 上修零點一五個百分點 全年經濟成長率來到百分之三點九六 受到內需和外貿帶動影響下 成長模式呈現內外接溫 不過要注意的是 展望明年因為今年激起較高 以及全年經濟走勢持平 加上地緣政治風險還沒消停 預估二零二五年經濟成長率下降到 百分之三點零三 比起今年走緩 至於民眾常關注的通膨走勢 因為費率調整加上颱風天災 造成國內蔬果價格上升 預估今年CPI年增率是百分之二 點一七 連三年突破百分之二 明年則下滑到百分之一點九六 在國內股市部分受到權王台積電股價走揚帶動下 二十五號台股收在兩萬三千三百四十八點 漲一百五十五點 這個指標到底是不是反映說台股或者是美股 應該居高斯文的可能就是需要再觀察 因為現在選舉的行情 所以也造成就是可能這個指標的波動會比較明顯 有專家預期下個月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無論最後由誰當選 在貿易和台美關係勢必都將展開新局和挑戰 也將牽動臺灣經濟走勢變化 記者原始郭俊麟臺報導